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 欢迎来到穷电影 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昨天我们说了升天号的上捷 今天接着昨天的故事 为了防止没有看过的人 我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捷 当然建议大家还是看看昨天的解说 会更加清晰明了一点 1963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秘密发射了一艘名为升天号的太空飞船 飞船上有百名男女老少 只为了完成一个世纪航行传绝 那就是寻找新的世界 不过在历经五十一年的时候 升天号上的一起命案却终结了这种瓶颈 舰长为了不让飞船上的六百余人 担心身边有三人放 让男主这个忠实要去调查 通过那个发现死者的小女孩口中 男主先后知道了死者罗雷来生前说过 升天号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更是发现了他和舰长游览 不过罗雷来的死也牵连出飞船上竟然有枪支 经过调查才发现 和那个下层甲板的刺头是洛克斯有关系 最终他也被迫流放到太空外生死不知 不过当他飞向所谓的太空外 我才知道所谓的升天号竟然一直在地球的内部不曾离开 飞船内的人都被骗了 至于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进行实验 上集中的调查员也发现了 并非负责人说的那么简单 为了测试双代宇宙飞船的长期生存的可能性 罗雷来的是小女孩的异常 外加追求那名在飞船内部引爆发电机的维修工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也揭示了升天号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但这个阴谋有多大我们接下去说 下集中调查员通过电脑数据 发现了最初升天号内部的一百余人 竟然是从一些科学家手上抢来的孩子 简单的说他们都是精英的孩子 至于小女孩最初看到的那个海马相连 竟然也到了升天号负责人的手上 他送给了妻子 显然升天号有内印 不然他根本拿不到 当然升天号内部的男女关系 还是一如既往的复杂 舰长和其他的女人有关系 男主和安全观的妻子也有关系 不过他们都没有生育权 或者说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植入了绝育芯片 没有取下来钱根本不可能怀孕 不过这段时间小女孩克里斯塔 因为罗里来的死变得很怪异 甚至经常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 某次实习医生要给他注射疫苗 他却很怕 为了安抚他 图书馆员演示了一次给他看 确实不疼也没有事 只是没想到没多久他就倒地抽搐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种疫苗每个人都不同 因为在长时间的轮噪光照下 循环利用的空气和存复安全的饮食 让里面的人免疫系统慢慢被消耗 至于疫苗在图书馆员身上出了问题 是因为每个人的配比都不同 为了让他们安全的活下去 负责人不得不这么做 不过小女孩没有注射该怎么办呢 只能退而求其次 用他每天都会喝的牛奶 只是没想到 似乎小女孩看破了他们的诡计 直接倒掉了牛奶 这一幕真的有点惊悚 另外一边 舰长的妻子发现那名叫姐姐的女孩 勾引救的丈夫 准备将她发配到下层加班 不过因为她和医院的人关系有点暧昧 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 此时最危险的就是小女孩了 因为没有注射疫苗 所以负责人派出了内部人员 准备对她下手 但是他们低估的小女孩 她似乎拥有不样的能力 更是划伤了对方的手逃走了 还好她遇到了男主 说了这件事情 进场之道后非常的生气 不过还没等男主调查出个水里狼 飞船的设计师 竟然被小女孩给戳穿了 他看到了这个男子 出现在罗雷来死去的那个通道内 不过设计师手上有一个药剂 这种药剂包含着 是一注射药物 而她其实也是负责人的内线 没多久 最初那名实习医生自杀了 手上也有伤痕 难道真的是她做的吗 不管如何 至少这次的事情告一段落了 至于那名被抓起来的刺头 是洛克斯 就点小悲催了 被各种实验 今夜在升天号内 准备公布生育名单 调查员负责人说 你是否干预了生育名单 实际上她还真没有干预 当然在升天号内部 是否有人这么做就不好说了 也在进场妻子 准备公布生育名单的时候 小女孩似乎看到了 死去的罗雷兰 跟着她竟然来到了大会上 此时的大会有点尴尬 屏幕上竟然播放着 舰长和结局的害羞视频 看来是有人要将舰长给弄下台 当然她下不下台 我不是很关心 我主要关心的是 小女孩为什么会看到死去的人 通过负责人的介绍 我们才知道 这是所谓的形态共振 简单的说 纯封闭的飞船环境 三代的人记忆更替 让飞船的人逐渐忘记地球 失去对地球的认知 彻底适应非常的隔绝环境 逐渐挣脱形态共振 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些种进化 为了查清小女孩怎么了 医生带她来到了设计师 这边进行检查 企图通过设备发现点什么 小女孩也已经忘记了之前的事情 所以此时的舰长和妻子 则有点焦头烂偶了 两个人布局已久的生天号 现在出了大问题 他们双方其实都牺牲了很多 才一步步登上了最高位 对于他们的权力之争 其实我的兴趣不是很大 只要有群聚的地方就会有阶级 因为舰长的布亚视频曝光 其他的一员联合起来准备弹劾他 朗路之下舰长和其中一名员打得起来 调查员也在和负责人手下聊天的时候 偷偷的拿走了他的身份卡 准备去看看被关押起来的斯洛克斯 没想到他靠着尔街的本事 打运了工作人员 还打运了进来的调查员准备逃走 对于他现在所处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给出解释 他一直以为自己在下层脚板甚至更下面 并让调查员带他离开这里 他准备找到舰长说是 大概就是想要报仇一类的 毕竟他根本没有杀人 不过逃着逃着 最后竟然来到了实验室 当他看到那巨大的飞船 整个人都待住了 再傻多人看到这一幕 也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调查员告诉他 其实你们一直在地球上 根本没有挥出去 现在他们需要加紧时间离开这里 男主更是发现 最初舰长的布亚视频泄露 似乎是他自己的权限弄的 这说不通啊 也为了调查之前的事情 没想到被安全官给误会了 他以为自己刚被选择有生育权 自己的妻子就背叛了他 这也导致他和男主大打出手 前面我们不是提到 舰长自己泄露了视频 然后叫杰鸡替自己送一个东西 到下层的44号甲板 而44号甲板下面 其实是一对母子 显然这个孩子是某个人的私生子 不过议员们还是算出了一步 因为这个孩子并不是舰长的 我是另外一名议员的 所以在谈和舰长的时候 不仅没有成功 还将自己弄得手满脚乱 这权力之争真的有点无趣啊 最悲愈的 估计就是升天号的负责人了 因为他的项目被逐渐披露 导致另外一名领导 凯瑟琳来到了这 接管了这里 他的手下更是背叛了他 负责人的结果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是没想到 在做测试的时候 小女孩又看到了若莉莱 小女孩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老是出现在这点眼前 更是来到了沙滩 看到了大打出手的男主和安全官 为了阻止两人 小女孩竟然爆发了非人的能力 电影了他们 更是因为小女孩的能力 让整艘飞船出现了故障 在外部被压缩的负责人 也发现了这一幕 凯瑟琳询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表示 这一定是那个小女孩做的 自己一直实验的 终于成功了 小女孩是一个 进化活生生的例子 也因为这件事 让负责人再次掌握了主动权 不过现在他需要处理 飞船内部的巨大问题 因为那电涌导致 飞船内部多项系统出现了故障 最严重的就是 二氧化碳处理设备出了问题 如果没有修复好的话 飞船内部的人不需要多久 就会因为二氧化碳中毒全部死了 男主和舰长进入到相关的设备室 准备维修 里面先在一团乱 外面也好不到哪里去 调查员为了带刺头斯洛克斯 逃出这里受了枪伤 至于他为什么帮助自己 调查员也说了 我不希望看到你们被关起来做实验 这是非常不能道的 虽说他想揭入升天号的秘密 但他的对象居然是内部人员 最终调查员死在了最爱人的手上 不过斯洛克斯则成功的逃走了 此时升天号的内部非常的危险 负责人和凯瑟琳也意识到 这个小女孩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或者说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为了不让他在里面死去 凯瑟琳准备派出手下进去将他带出来 虽然负责人不同意 但也没有用 设计师也偷偷的联系了负责人 因为他就是内部的联络人 负责人让他保护好小女孩 虽然设计师不小心杀手了罗雷来 为了防止他泄露升天号的秘密 但他并不想伤害小女孩 不过他怎么能挡得住外面进来的人呢 此时的男主和舰长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用二氧化粒填充洗涤器 就能产生反应变成氧气和水了 算是救了整艘飞船人的性命 不过罗雷来不知道为何又出现了 男主还看到了他 最后跟着他来到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 也在他和那名男子搏斗中 小女孩又释放了力量 不过这次两个人都不见了 男主更是出现在了一颗陌生的星球上 至于那名男子去了哪里我也不得而知 或许去了曾经的死亡信息也说不定 电的最后不只能将凯瑟琳推了下去 并说他们是英雄 他们会上到太空去的 电也就此结束 如果不是被砍掉 也不会这么充满的结局 我相信不少人都注意到 男主最后其实也进化了 不然他也不会看到死去的罗雷来 他和小女孩接触的最多 至于飞船内部的人 我估计后续都会进化 但能力是什么也不好说 不过这些解锁了能力的人 或许都会前往男主所在的星球 那个海滩内发光的不明物体 我不确定是什么 或许是外星长海也说不定 之所以会被放在飞船内 估计是为了让男里面的人受到影响 最后形成形态共振 有点神道道的感觉 不过确实挺好看的